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挑战无处不在 魏梦 越战越勇 欢迎您收看 《越战越勇》 魏梦上下 本栏目由新鲜空气搬运工 不开窗也能通风的 海信新风空调 独家冠名播出 海信空调 喊您回家换新风 首先欢迎电视机前 所有爱唱歌的朋友 通过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只要您站上我们的舞台 您就将会获得由海信空调 提供的价值五千元的奖品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 你将会获得的是由 海信空调提供的价值 两万元的奖品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本场的五位评委 让我们掌声欢迎 耿维华 周璇 江涛 霍勇 方球 现在我宣布 越战越勇 为梦畅响 挑战 开始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一号选手 恩利 有请 我地驾在东北 松花江山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豆高粱 在那青山绿水旁 满起两颗大白羊 青城的黎巴苑 一间小草房啊 嗨 嗨 嗨哟 大哥 你是东北来的吗 我俩老相跟范哥 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恩利 今年21岁 你今天来到这个越战越勇舞台开不开心 开心呢 非常开心 来到这个舞台员现场 我说实话 就是听到说要来 来来越战越勇 我老紧张了 我现在还紧张呢 哇 早上吃的啥呀 这是 早上吃的大米饭呢 早上就吃的大米饭 那确实是沈阳的 你东北生活几年了 怎么说吧 就是 我是尼日利亚人 五岁起就来到中国了 尼日利亚人 生活在沈阳 在家是讲尼日利亚语吗 不是在家 我有两个弟弟 然后我跟我弟弟 唠嗑都是说汉语 我弟弟刚来中国的时候 他 还不会说话 对 还不会说话 来中国了 就开始说汉语了 然后在家里边的话 就是我们家 就非常奇葩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父母没法跟他沟通 因为你弟弟的母语 是东北话 那 那弟弟和爸爸妈妈 怎么交流呢 我当了16年的翻译了 哦 得你来给翻译是吗 对 就已经几年了 我父母没法跟我弟弟沟通 我弟弟又不肯学英文 然后我妈就学习了 中文 对 有一次我妈 跟我弟就是说 要我弟帮他买东西 我弟没听懂 他给我打电话 说 喂哥 咱妈 说要我给他买鞋子 我没懂 我啥情况 啥条件 给他买鞋 后面我搞了半天 我妈的意思是说 我要你弟给我买茄子 茄子 说成了鞋子 说成了鞋子了 那你可得跟妈妈和弟弟解释清楚 这鞋子跟茄子区别可大了 那是真大 不是 区别也挺大 弟弟现在跟妈妈能交流了吗 交流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后边给我爸弄几眼了 给他送回尼日利亚 前半年给他送回去 学英文去 我说实话 我弟在学校 他英文考试都是不及格那种 真不及格 尼日利亚人说英语的 平时英语考试都不及格 但是我看你是很适应的 对吧 你是可以快速转频道的 对 快速转频道 所以有时候我还真觉得有错觉 我看着你我就觉得 我有点分裂 如果我是闭着眼睛呢 我就觉得自己和一个老乡在聊天 我这一看着你呢 我会觉得好像我听错了 所以你看你可以讲这么地道 就是因为从小就在中国 对对对对 那你上的是国际班 还是就是纯中文的学校 我刚开始来中国 我是上的普通的学校 然后 那你会适应吗 因为别的小朋友跟你长得也不一样 说话也不一样 刚开始吧 挺适应的 觉得挺好 但是吧 就是说玩熟了 玩多了就 就发现有问题了 就是小时候吧 在班里边下课了 玩游戏 玩乡 有灰太狼的游戏 然后吧 见天我就演回太狼 每次都是我 每次次次玩这游戏 我都得是回太狼 那咱就不玩这个游戏 玩别的游戏呗 那行啊 我们玩这个奥特曼打怪兽 好 那你演怪兽吧 咋的我就又演怪兽啊 他说 你黑啊 就是在学校 当时的一道风景 现在是啥呢 就是每逢下课 你会在走廊上 看到一个黑人 到处跑 身后跟着十来个 羊 羊啊或者是 奥特曼 奥特曼啥的 就是这个闹就是啥 那你现在还回尼日利亚吗 回 我 我回 我差不多两年回一次 我第一次回尼日利亚的时候 特别逗 我们那边吃饭是没有碗的 它不是用碗 那是用碟子 我妈就从中国这边买了好多碗 然后筷子什么的 往那边就去运 因为我在那边的话 我特别挑 在中国吃饭 我一点不挑 真不挑 但是你要是说 跳出中餐这个圈 那不好意思 我可挑的 非常好 所以这就是两年回去一次的原因 不愿意多回去 饮食不习惯 不愿意多回去 不只是饮食不习惯 我用的餐具 我现在就是说 我出去都是用碗子 上回我去 就跟人吃饭 人说啊 请你吃大牛排啥的 行 我到那边 我给他们要筷子 可想问一下 接下来 你人生的目标是啥呢 我希望我能在 就是说 往后的生活里边 在中国的话 我能学到更多的一些个 本土的一些文化 你就是想扎根在这了呗 对对对 姐挺你 好嘞 谢谢 谢谢姐 但是话说回来 《越战越勇》是一个唱歌的舞台 对 就刚才你一上场 唱的这个东北歌 我觉得 贼一般 一般啊 那行 我给你整个粤语歌 粤语歌行啊 我唱一首《光辉岁月》 接下来看你表现了老铁 加油 好啊 好的 好啊 一 сем 就此话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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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失到珍负 念玉把拥有变造沙徽 疲倦的伤眼帝族企划 今天只有沉溜的驱河 迎借高分岁月 风雨粗暴根子游 任天只有沉溜的驱河 迎借高分岁月 风雨粗暴自有 非常不错 咱们请几位评委代表 点评一下好不好 董卫华 我觉得恩雷很棒 整体听起来很完整 谢谢 就是说不要来回晃 就站在那儿 表现你的音乐 表现你的情感 可能会更好 谢谢 谢谢 董老师挑这一点 挑得特别好 其实刚才在台下我看 我也发现了一点小小问题 就你表演的时候 这个台风啊 它晃 要站得定一点 你看假如说 这个脚 钉子不会站吗 对 身体前倾 再往前倾一点 对 好 伸出一个手 这样 扣进来 换那只手 那只手 伸出来 再收回来 你会这样吗 这双 你如雪的新书宝 有人给你拿 学会了吗 往里扣 好 来 身体前倾 对 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好 带着前倾的动作 来到我们的泪主区 坐一下 休息一下 再找找感觉 手是 对 好 对 亲爱的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越战越勇 为梦畅想 如果提到我们节目 越战越勇 大家会觉得这个名字 本身就很励志 其实我想强调 这份励志 更多的是源自于 每一位登台的选手 他们带来的 励志的歌声 和他们感动的故事 比如说接下来 即将登场的这一位 他也带着他的歌声 和故事 特别是他坚强的步伐 走上了我们的舞台 掌声有请张丽娇 你好 娇娇 范哥好 各位评委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张丽娇 我来自河北 今天很开心 我能走上 越战越勇的舞台 这是我第一次 扔掉拐杖 然后站在 这么漂亮的舞台上 谢谢 刚才我讲了 我说这个丽娇 他个人 很符合 越战越勇的这种精神 无论是接下来 你要唱的歌 还是你人生的故事 因为我是 两岁的时候生病 脊髓灰之眼 导致的我 左腿肌肉萎缩 就导致的我不能 跟其他人一样 正常走路 以前走路很辛苦 就是弯着腰 就是这样 然后扶着腿走 所以能够想象 从小到大 可能很多人 会用不一样的眼光 去看你 对吗 其实在我 最最自卑的时候 是我上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小学 就是刚刚开始入学 我不想哭 我不想哭 对啊 你要控制住 对啊 我要控制住 等一下 你会想到 哪一幕呢 会让你觉得 最记忆犹新 就是那些男同学 会欺负我 然后就会在我的背后 说我 就是各种用语言攻击我 对 然后就包括 老师分座位的时候 大家都不愿意跟我同桌 就会说 就会说怕我传染他们 这么样子 那个时候很自卑 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样 那样正常地走路 这样的自卑会让你抗拒和别人交流 接触吗 那个时候会 所以就是经常常常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待着 那一个人做些什么呢 唱歌 唱歌 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我家的屋顶上唱歌 我家是平房 对 然后我每一次都会让我妹妹帮助我 然后上到屋顶上 然后我坐在屋顶上 我就会感觉那个视线特别宽阔 然后我可以看到整个小春庄 然后我可以哼着我的歌 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虽然很渺小 但是我很快乐 而且很自由 对 所以音乐的种子是从那个时候就种在你的心里了 对吧 对 就是每一次不愿意去接触人的时候 就会自己躲起来 然后唱歌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当地的电视台 它还会每天到中午的时候会播放歌曲 然后我为了要好好地唱歌跟练歌 我就拿着笔去把那个歌词抄下来 然后第二天它在播放的时候 我就会跟着就是一句一字的 然后去唱去练 然后每当我学会一首歌的时候 我就好开心 这样的事我也做过 那个在我们小时候确实很流行 叫抄歌词 对 抄歌词 记了那个很整齐很用心的 密密麻麻一个笔记本 对 然后每学会一首歌 其实是很有成就感 对 那会不会那个时候 你就立志长大了 我要做一个歌手 做一个音乐人 那个时候因为小 有想过 但是对于我爸爸妈妈来说 他们是不支持的 因为我从小身体残疾 他们也会一直压制着 我就是这个唱歌的 这个想法跟梦想 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 我就离开了家 然后就是想着就是出去闯一闯嘛 也是想着我看看我能不能把歌唱好 当时我出去的时候是在离家不是很远的地方 是在市里面一个酒吧我去应聘 然后当时也有其他的一些歌手在应聘 然后当时有点灰心 说实在的就觉得他们都是专业的 然后可能都是有老师教过 我就是一个业余的 然后就有点灰心 然后我就找老板谈 我说你如果要是录取我的话 你就给我给他们一半的工资就OK了 就是我能保证我每天在舞台上唱唱歌就可以 然后那个老板就听我唱了两首歌 就说让我哪天哪天去嘛 然后但是之后老板也没有说给我一半的工资 给的我是跟他们同样的工资 而且对我还挺照顾 那一段日子也会被很多人认可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也是就是会被人喜欢 然后通过我唱歌 也会让自己有一点点的那种自信 所以说是在酒吧唱歌的这段时间 你是第一次在大家的眼神当中 看到了大家的期待不同 对对对 也是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了那种自信 对 是的 然后偶然一次机会 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坐在轮椅上跳舞 当时我就在想 我要是学会的话 我就可以边唱边跳 所以我就来到了北京学舞蹈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吗 在众人面前唱歌是你自己的第一次挑战 当你看到了电视上 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朋友 他们可以跳舞 你决定要开始人生的第二次挑战了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们导演说找到了你跳舞的视频 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吗 好久谢大家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和舞蹈最大的魅力 它会让一个人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重获新生 变得更加的自信了 刚开始跳轮椅舞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也不做轮椅 虽然我腿就是走路姿势不是很好看 但是就是也没做过轮椅 所以我到舞蹈队的时候 我有一年的时间都是在跟轮椅玩 跟轮椅找关系 跟轮椅磨合 然后后来有一天队长跟我说 你好像现在可以跳一支舞 然后那时候就让我跳队伍嘛 队伍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人一起跳 就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个 然后也通过时间通过努力 然后就是跳到了领舞的位置 有一次我们去北京残疾人训练基地 就是残疾人的运动员训练基地去演出 就被冬季科的科长给看到了 然后冬季科的科长就叫到我说 你有没有兴趣滑雪 然后当时他就跟我看了一些视频 我一看哇真的太酷了 因为从高山上滑下来 然后当时我也在犹豫 因为我说我来北京我是学舞蹈的 我说怎么又去滑雪呢 之后冬季科的科长也是跟我打过很多电话来说服我 也是想要去挑战一下自己 到底我可不可以去 去在高山上完成这一项运动 然后我就又去了滑雪队 因为前两次自己的挑战都成功了 我干嘛不去试试自己人生的第三个目标呢 再去挑战一把 所以其实今天把力交请上舞台就是要和大家分享 很多我们看似人生当中不可能完成的事 只要你肯付出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有毅力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是一个从小就是 很倔强 很不甘心的人 我为什么一直在哭 其实我现在哭是因为我现在 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我自己 是因为我在讲回去以前的时候 我是心疼 我是心疼以前的那个张力娇 自卑的那个张力娇 就是 我们没有觉得这是懦弱的眼泪 我觉得这是坚强的眼泪 因为你的眼泪就证明了 你成功地挑战了这一个又一个目标 你背后付出了多少 我现在来说我就特别特别地感谢 这些困难跟磨难 因为我觉得 以前我会认为 我身体不方便 我可能做什么事情才会这么辛苦 但是我感觉 做什么不苦 健全人 做事情一样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就 很感谢那些磨难 因为他把我磨练得越来越好 我想告诉我和我同样 有着身体残疾的人们 就是一定要勇于去面对 你的困难跟挫折 它不是坏事 真的 它可能在你一次一次跌倒 一次一次的困境中 当你去接受完以后 你才能看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自己 看到一个 脱胎换骨的自己 对 脱胎换骨的自己 谢谢丽娇的分享 我觉得强者就是这样 她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当中 脱颖而出的 谢谢你 丽娇你好 真的很佩服你 而且你知道吗 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会让我们觉得 你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女孩 而且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 勇于尝试的人 你是很多人的榜样 包括很多年轻人 包括像你说的 很多健全人 我觉得你真的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觉得 你真的特别让我们佩服 尤其是作为河北女孩 是我们家乡人 姐真的为你骄傲 为你点赞 希望你越来越好 好吗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老师 方琼老师 我真的是 我说我从小看您节目也不对 看着我的节目长大的 没关系 姐特别高兴 我觉得好喜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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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我想跟您合个影 可以吗 谢谢 没问题 谢谢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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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立娇 你要不要给姐姐汇报一下 你接下来人生当中 第四个要挑战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站在 就是这么专业的舞台上唱歌 所以我准备了一首光明 这首歌也是想给予自己鼓励 也是想要鼓励更多的人 让他们不要害怕困难 不要害怕艰辛 当你被这些磨难过后 你会迎接来更多的光明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前方的路越走越宽 祝福你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 加油 来 舞台交给你 加油 好 谢谢 谢谢 当大地固埋满了背弃的落眼 当狗卷化化作远空的无爱 祝福我吧 我最思念的情人 那就是我 向你告别的声音 虽然迷途的惆怅 会撤碎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 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痛 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渐行光明 就在远方 渐行光明 就在远方 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今天站上乐战园舞台上 唱歌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刚刚特别特别紧张 唱歌的时候 然后就是 但是又想着 我要把我的歌表现好 终点好运 好吧 李娇 加油加油 谢谢 好 请回我们的泪主 掌声有请 恩利 今晚我们的越战越勇 也将大胆地尝试一种 全新的投票方式 我数三二一 五位老师 集体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在这里我宣布 这个回合挑战成功的是 张丽娇 这样我们也请 其中的几位评委代表吧 来解释一下 阐释一下刚才的投票理由 其实我觉得二位 根本的区别 是在于歌曲的处理 以及情感的抒发 那么说呢 因为丽娇呢 他在心里 羁押了很多的情感 要需要一个场合 需要一个舞台 来迸发出来 那么今天 于真英勇这个舞台 就给了他 那么他在那个舞台上 他释放 他释放这么多年 他努力 他艰辛 他失败 或者他成功 都在这一首歌里的情感中 表达出来了 那么今天 丽娇 抒发得很准确 其实就在这 谢谢评委老师的 电评 以及投票 那最终让我们把掌声 送给恩利 希望他加油 好吧 谢谢恩利 只要您带上我们的舞台 您就将会获得 由海性空调 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奖品 海性空调 喊您换新风 本节目奖品 由新鲜空气搬运工 不开窗也能通风的 海性新风空调 独家提供 本节目由 粗度上品 紫林厚道的山西 紫林醋叶 特别呈现 紫林老陈醋 关键是厚道 挑战继续 接下来掌声有请 今天的三号选手 孙丽娟 孙奶奶好 五位评众老师 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好 我今年73岁 心灵叫孙丽专 我是张家长 将属张家长来的 奶奶啊 说实话 这次参加越战越勇 唱歌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但是这不重要 她今天能够站上这个舞台 她是奔着一个人来的 奶奶是越战越勇 忠实粉丝 2015年 《越战越勇》改版 《威梦唱响》以来 奶奶在家天天看天天看 越看越生气 不是节目不好看 是《越战越勇》评委席当中 有一个人 经常说的一些话 对奶奶形成了一些刺激 因为在评委席当中 有一个人自称 自己是广场舞女王 奶奶很生气 今天上来就想和她PKPK 我们看看有几位女评委 请自觉一点好不好 那位自称广场舞女王的方琼老师 请登上舞台 奶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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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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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都多 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 您要是要跳舞的话 肯定把我这一辈子的舞都跳的 我也跳不过您 你看这个方琼 今天上了这个气场 完全被奶奶压住 您太天息了 奶奶这样 究竟谁是真正的广场舞女王 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 咱们见分枪好不好 奶奶您 您跳的是什么年代的 小六步 十六步 完了 方琼平时自称自己是 广场舞十六步女王 我看看我这十六步 跟您那十六步一样不一样 行不 好这样 好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枕开 方琼姐你咋不敢跳呢 什么样的节奏 我先找找中南七北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快 弯弯的喝水从天上来 又像那丸子前后一片海 火烂烂的可要是很期待 你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高快 谢谢 我为什么跳完以后心里特别没底呢 我知道啊 因为差点让奶奶拱下去 越战越勇的观众是最公平公正的 对吧 大家好好回忆一下刚才这段舞蹈 好 当中两个人的表现 用你们的掌声来告诉我答案 好不好 认为方琼跳得好的 请鼓掌 掌声很热烈 认为奶奶跳得好的 请鼓掌 谢谢 大家这么远都看到了我恐惧的眼神 我不骗你 我看到奶奶的眼神特别坚定的时候 我特心虚 但是是这样啊 毕竟咱们合作那么长时间了 奶奶呢她是客人来了 我得向着你一点 其他五种你会吗 我会 我会 音乐 年轻的音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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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像西部牛仔 您跳出了牛仔的感觉 方琼跳出了牛的感觉 可能是这个舞蹈风格呢 也不太适合姐 我再给你换一个 还有呢 来 换一个音乐 不同的灵魂在不同的触角 在不同年的四大自尊 不同的燃烧 不同的迪士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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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姐 人呢 你干嘛去 我跳完了我就走呗 你不跟奶奶学一个动作才走啊 你讲着我能学的会吗 奶奶就最后那个动作 简单教方琼一下 我来跳你 打算送给方琼 谢谢 我说姐 我告诉你说 你要因为奶奶跳得好 你想现场碰瓷这个不行啊 好家伙 那个奶奶 奶奶那个我 我继续努力 我现在跳的腿都软了 我下去想歇会儿 喝口热乎的行吗 方琼姐的跳缺氧 行 我来扶一下我们的老评委 好了 辛苦了 谢谢 再也不要跟人说 我会跳广场舞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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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声乐评委 明白了 下一回唱歌的这种事找我来干 行 你只要不摔舞台上就行 不开玩笑的假 方琼姐你敢上台跟奶奶一起飙舞 胆儿够大的 你不知道奶奶现在在网上跳舞有多火吗 随便一个人拍了奶奶跳舞的一段视频 传到网上 两百多万个点赞数 而且还有很多网友留言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看 这位网友说了 以后老了 怕是没资格去广场舞去跳舞了 我这老腰还没奶奶的灵活呢 四肢还不协调 这不是方琼姐是你留言吗 这些说说我的牺牲 我腰都没奶奶好 奶奶刚才我这么说没错吧 你以前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对吗 我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你看看 这个是我跳跳玩玩的 就是想跳跳玩玩 之前呢 我是跳这个广场舞 两个人跳双人舞的 就是三步四步 快三 轮巴恰恰这个舞的 那这个角色呢 我不好意思跳 躲在家里跳的 平时躲在家里跳 我生怕人家笑我这么大年纪 我跳这个舞的 我主要是跳的舞锻炼身体啊 那现在您看您在网上 那么多的这个转载量 那么多的粉丝 会不会有人专门过来 跟您拜师学艺啊 有的 有二十岁的 四十几岁的 小伙子都要跟我学什么 三步四步 三步四步 我就叫他们的 也叫他们的 收费吗 不收费 我教了很多人了 等我这个结束了 我回家要学印度了 我要学新疆舞 我要学多种的舞了 那你有没有现在 专门请教这个专业的老师 来学习 我没有 没有请教老师 那您这舞蹈都怎么学呢 这个牛仔 我在广场上看人家跳的 人家怎么跳 我就一直去看 我在自己家里锻炼的 偷学的 偷学的 我在家里有没有音乐 我跳的时候 自己嘴巴里喊 喷叉叉叉叉叉 这个音乐 就是自己这样喊的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 奶奶能跳成今天这样 多不容易啊 自己也没有老师 一点点琢磨 偷学 她不像方琼 就多幸运 今天给东台 和这样的前辈老师 有共同切磋的机会 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奶奶面前 我特别的惭愧 我坐在这儿我不骗你 我腿软半天 我一个劲地喝热水 我才缓过来一点 奶奶您太厉害了 你也跳得不错 跳得真棒 不是奶奶 我这身体真不如您 关键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特别让我们佩服 我们总在说 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我觉得您呀 不仅是老有所乐 您不但自己乐 刚才我听了 这不是您 您还教年轻人跳舞呢 是吧 有谁想要跟您学舞蹈 您还免费交给别人 对吧 您这太让我们佩服了 您什么时候出光盘呀 别老说那虚的 你把学费交一下 然后我们再教您 怎么碰擦碰擦碰擦 干嘛都收钱 你觉得合适吗 不是 我那意思 奶奶先提前收点医药费 万一你又碰擦碰擦摔呢 把你看病啊 对吧 我觉得特别好 无论是今天 孙奶奶在舞台上的展现 73岁的年纪 不断地向自己的年龄 向自己的目标发起挑战 不过接下来 我们要期待的是 孙奶奶在舞蹈展示结束之后 她的才艺表演 就是歌唱方面的演唱 今天您唱哪首歌 唱着《卓马》 《卓马》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要换装吗 要换装了 好 换上这个藏族服装 奶奶请准备 好 你有一个话的名字 美与美与美丽 不要做麻辣 你有一颗话的笑容 闪烁在那花蟲中 啊 做麻 啊 朝元长地鲜喵 你把歌声弦给血圣 养约你的血圣 你把美丽写给草人 养约你的草人 新奶奶 您过千了 谢谢 唱得太好了 谢谢大家 就是有一个小瑕疵 在这个小台上唱歌 能看出来您比较别扭 对不对 老想下去跟着一起跳 对不对 其实电视机前 有很多的年轻人 不自信 有好多目标理想 自己不敢去想 你有什么话 想对那些年轻人讲吗 观众们 大家好 谢谢你们 说得太好了 奶奶 完了 各位 大家好 没了 您对今晚自己 有没有信心 能不能夺冠 这个我想着想着 这个我不可能的 奶奶太谦虚了 那咱们就祝奶奶好运 好吧 好 好 谢谢奶奶 谢谢 那咱们把张力娇 请回舞台 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二轮投票 还是首先有请 我们五位评委老师 做一下准备 你们的反对票 会投给舞台上的哪一位 来 三 二 一 请投票 在这里我宣布 这个回合挑战成功的是 张力娇 把掌声送给孙力娇奶奶 谢谢 本节目由促渡上品 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叶 特别呈现 紫林老陈醋 关键是厚道 挑战继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四号选手 掌声有请 刘福 有请 刘大哥你好 让大家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刘福 今年49岁 来自湖南林园 我目前是在 物营公司做主管 每个星期都是 医院做志愿节 去给做废椅子的 患者和家属 做心理辅导 这个重点就来了 刘大哥呢 是在物业部门 做主管的工作 但是重点是要强调后面 他现在还有一个 志愿的一个活动 平时是给医院的 肺移植的患者 以及肺移植患者的家属 做辅导的工作 对吗 那怎么会和 这一类的朋友 这样的群体接触上 因为2016年 家里发生了 一个重大的病故 我老婆 从老乡意外塞下来 就送到医院 成就了引天 这种还是脑死亡 所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鉴定如果脑死亡 就等于宣判 这个人是不可能 再苏醒过来了 对吧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没有听懂 你是怎么和这些器官 移植的朋友 结合在一起 你说您的太太 是的 那那个时候 医生跟我们讲 看有没有这个印象 转身器官 那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讲 我们从来没有 追求过器官 转身 这是您第一次听到 这个概念 这个词 对 也不懂 同时我是 也受这个病痛的折磨 折磨20多年 心心地体会 这个病痛的 家属的那种痛苦 这个原因是 能有我老婆 以那一种方式 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印象 所以后来我就 捐献了一肝 印象 救了三个人的身份 所以我们把掌声 送给刘大哥 很伟大 等于把一肝 两肾 都捐赠出去 但是其实今天 刘大哥站上这个舞台呢 他有两个身份 他既是器官捐献者的家属 同时也是器官捐献的 受益者 是的 我是28岁的时候 就比确准于心肺病 心肺病 对 心肺病 最直观就是呼吸困难 对 呼吸困难 呼吸的痛 特别是我老婆去世以后 经线上也受到了一些打击 就到了中午起 也分明了 送到医院抢救了引天 才抢救过来 那个时候医生很明确地跟我们讲 你如果想后面的话 就除非做废值 那个废值的费用 是需要五到六十万 但我们农村人来说 那是一个田园收拾 那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当时回家的时候 他到市场里面 买了光材 一起打费去了 所以当时您做了最坏的打算 您说您都把棺材买好了 对吗 对对对 后来 红四十费的一个费房电话 给了我希望 红四十费打电话来 问我们 这些家属有什么困难 我就把我的情况 一五一四地 跟法人到了红四十费 当时红四十费 就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就给我组织了爱情群 给我联系了中南 富兰省中南大学 湘瑶二医院 给我做了评估 当时做评估的医生跟我讲 你如果三个月之内 找不到肺源 我们也是肺得发力 也救不了你 如果在这三个月当中 找到合适的肺源 通过肺移植 您的生命还是可以延续的 对对对 从三月七号到医院 那班就手指头 一天一天锁过来的 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 需要呼吸机和幼儿 来维持生命了 就是起来锁过牙 都很痛苦了 仅仅五十天 到了四月二十七号 医生找过来给我讲 你今天早上不要吃早餐了 有可能有新的肺源 准备做手术 那个时候我很激动 也很兴奋 也激动在哭了 我用鼻子蒙在鼻里面哭了 包括我儿子也躲到厕所里面去哭了 为什么我高兴又激动呢 因为如果我要是这个手术做成功了 我就重生了 如果没做好 我就解脱了 还记得手术成功之后 苏醒的那一刻你的感觉吗 那感觉真的是很舒服 做手术那个时候 我当时肌带省过来的时候 晚上三点四十五分 我心心地吸到一口气 那觉得全身都 每个器官 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力气 所以这深深的一口呼吸 是久违的一种 对对对 全身的那种舒畅 包括那种自由的感觉 当然我们之前做节目 是接触过这样的 器官捐献的选手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在国内的相关的法律 是有一个双盲的原则 就是捐助者和被捐者 好像要采取一个双盲的原则 就是谁也不知道 这个肺源是来自哪里 我们也不能知道 它将去往何处 对吗 所以当你患上 这个全身的肺以后 你有想过 它的主人是谁吗 后来我通过打听到了 是一个是六岁的小年 是因为他父母 知道他儿子生成的愿望 是想做一门医生 所以他父母 为了给儿子放情 他儿子就是福相的一个愿望 就省略为捐献了他的器官 在打那个器官宣戏顶级表的时候 他一个带高一个带高打下来 一个钩一个钩打下来 对 打到那个肺撞的时候 他就抬起头来问那个习教员 我可不可以有一样东西 做个愿想 留下 对 后来当他听说 有一个人 匹配上了心 肺 一致 他也很跟难 很痛苦的 说不就一个高吗 就不是个高打 对 您刚才讲的最后配型的那个人 就是您 对吗 对 他如果捐献了心 肺 肝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 您的内心的这份复杂 内心既有感动 感激 感谢 同时也能够体会出 他的家长 他的亲属 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内心的那份痛苦和挣扎 对 对 其实说到这儿啊 就讲到了我们接下来故事的重点 这还是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觉得好感动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小伙子 其实他有一个虚拟的名字叫 叶 沙 叶沙 16岁捐献器官的这个小伙子 生前的愿望他想打一场篮球 特别喜欢打篮球 他的一个愿望是和 一个捐献篮球蛋 打一场比赛 他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给7个人 这7个人其实由于叶沙 无形当中 他们之间建立起联系 要帮助叶沙 实现他生前的一个愿望 他们组成了一支篮球队 这样一支特殊的 器官捐献受益者的成员 组成的业余篮球队 在今年我们的 大部流CBA的明星赛上 和我们的专业的篮球队员 完成了一次现场的对抗 我们找到了当时的视频 一起来看 我们叶沙队的球员率先获得球队 面对比方的防守非常漂亮 叶沙队的比赛 叶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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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很多人鼓舞 包括你们自己 而且你们之间 由那一刻开始 也积累了更多的情感 所以今天听说刘大哥 来参加越战越勇 篮球队的其他成员也来了 除了一位成员 由于身体原因 不能赶到现场 那接下来咱们掌声有请 其他队员登场 杨曼哥 你好 你好 今天几位队员站上舞台 我觉得其他三位 可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各位老师 各位评委 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叫朱斌 今年54岁 我是叶莎的干 大家好 我是黄山 今年22岁 我是叶莎的眼睛 大家好 我是眼睛 我今年14岁 我是叶莎的眼睛 欢迎你们 可以说你们几个人的生活 由于叶莎而有了交集 生命可以得以延续 所以说赛场上的表演 其实是带给很多人感动的 感动了 一位特殊的人 他就是叶莎的家人 叶莎的爸爸 据说他看了你们的表演之后 很感慨 也很感动 写了一封长信 今天我们可以摘取 其中的一个片段 和你们几位一起分享 你们的出现 让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和新生活的感觉 叶莎在我身边生活了16年 而我将这16年的感情 揉成了若干缝 分派到你们每一位身边 陪伴着你们 愿你们带着叶莎的眼 去感受灿烂的阳光 带着叶莎的心 去感受多彩的世界 带着叶莎 日日相伴 叶叶共眠 你们是和叶爸爸 是不能够见面的 对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 其实你们今天 所有成员登台 用的都是画名 不能用自己的本名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丝毫不会阻隔 我们之间情感的交流 对吧 我想 谢谢你 叶莎哥哥 是你给我带来希望 带来光明 让我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 谢谢 没错 我们要向叶莎之敬 更要向叶莎的爸爸妈妈吃惊 所以要特别感谢 其实以叶莎为代表 叶莎家属为代表 我们中国现在千千万万的 器官捐献者家属的伟大的决定 因为做出这样的决定 真的可以影响到很多人 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有机会去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 带着像叶莎这样的朋友 他们未完成的愿望去继续生活 也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来也是 为叶莎玩家的第二个梦想 因为她先前非常喜欢唱歌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来为叶莎唱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 《壮志在我兄》 加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能阻挡我等清晨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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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忙为止的旅程 我爱我的人生 面对我的人生 谢谢叶莎和唱团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所以我们又完成了人生的 新的第一次 站上舞台集体唱了一首歌 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在之前的人生当中 从来没有想过要挑战的一个目标 好了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请回我们当前的类主 有请张丽娇 开始这一轮投票 有请五位评委 有请五位评委做准备 三 二 一 请投票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张丽娇挑战成功 曾老师 能做一下阐述吗 刘福 周冰 黄山 严靖 我刚才把反对票投给了你们 但是这是代表所谓歌唱的层面 你们今天把夜莎的这种爱 传递下去 而且你们都做到了 所以今天你们不仅仅是 在这个舞台上去演唱 你们带来的是 感动 感人 谢谢 谢谢我们评委老师的点评 当然也让我们在此 把掌声送给夜莎组合 谢谢 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 谢谢四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传递的正能量 希望你们好好生活 也希望你们带着夜莎 越战越勇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 并向类主发起挑战 您将会获得由海信空调 提供的价值两万元的奖品 本节目奖品 由新鲜空气搬运工 不开窗也能通风的 海信新风空调 独家提供 这里是越战越勇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五号选手 掌声有请张猛 大家好 张猛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张猛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陕西省华音社 别看这小伙儿这么年轻啊 帅气 以为刚刚大学毕业啊 他身上有一个响亮的称号 他是话音老腔的第十一代传人 特别是在2016年的春晚 这个歌手谭维维 改编了话音老腔的一种唱法 唱了一首歌名字叫 话音老腔一声喊 就让很多朋友很喜欢那首歌 由那首歌也开始了解了话音老腔 是的 然后呢那首歌呢 是话音老腔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 让全国人民所知道 然后里边穿红色衣服的那个呢 就是我的爷爷 他呢是话音老腔第十代传承人 就这个穿红衣服这是你的爷爷 这是第十代传承人 对 所以你是第十一代 我是第十一代 差了一代 对 爸爸是怎么回事 因为在那个时期呢 爸爸呢选择了南下去打工 去赚钱吧 然后呢我呢又从小跟爷爷在一起待着 然后呢在他的熏陶下嘛 天天亲老腔看老腔 耳濡目染 对耳濡目染 慢慢地就去学习怀老腔了 然后呢稍微长大一点呢 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去教我 怎么去唱话音老腔 怎么更好地把它学习下来 太好了 虽然张猛才二十四岁啊 倒是作为第十一代传人 我觉得今天现场 要不然简单给我们 有一个小普及或者小展示 让我们了解一下话音老腔的魅力 好不好 好 来 看过话音老腔表演的人都知道 这个表演呢除了唱腔极有特点之外 就是这个表演的过程 表演形式非常的独特 简单给我们展示一下 怎么还跟凳子鸡眼了呢 能够渲染气氛吧 那手里这个 这是一个乐琴 也是好手的 对 它呢也是 也是有自己的声音 就很有地方特色 对 好 那你看接下来这个表演 你一个人又弹又唱 是不是还缺点帮手啊 对啊 对吧 江涛老师 好不好 我是帮着干嘛 你看你有戏曲的功底啊 对不对 这个环节太适合你了 咱俩上来配合一下张猛 好吧 好好把握接下来这个互动的机会 因为您看这小伙 虽然年轻 他是第十一代传人 你把握好了 你有可能成为第十二代 第十二代 那接下来先展示一段传统的 还是先改编 改编的 张大老师那个 我小时候也听过那个叫什么 望望头上 鱼公移山 对 什么意思 鱼公移山是可以改 话音老强版吗 可以改一个 尤其是他的高潮部分 看来他真是想收你为徒 好 我们三位临时组合 看看我们的默契和音乐素养 好不好 来 抓住啊 鱼头顾哈藏 咱俩碎比 都撒了 一会儿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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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坐这儿 还有点危险 这手太疼了 真的 要砸成手了是吗 江大老师 你的领位力比较强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这回你 你自己唱一下 你的鱼公移山 我们俩给你伴奏 好不好 咱们来给他推薦一下 好不好 来 往往抽伤 天外天 走走脚下 姨妈平凡 无难呀 开路更难 所以 吼哈 为你感叹 唱极了 没配合好 咱们就表演一段吧 好不好 我好几次 我看这大板洞 砸了我脑袋了 怎么样 多么不容易 恭喜你 江涛老师 经过你精彩的表演 你已经成为了 第十二代传人 来 欢迎我们 第十二代传人 不过说实话 张萌 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 从小听儿歌 听流行歌 然后在学校表演 在幼儿园表演 你和他们都不一样 从小学的就是老腔 你会不会觉得 自己和其他的小朋友 不一样 会 高二元大晚会 其实我有表演过 欢迎老腔 但是被我一个 特别好的朋友 他就是说我 他说 你唱的那些啥呀 跟疯狗一样 乱吼乱叫的 然后呢 自己内心呢 就是有种生气 然后呢 就跟他吵架 吵架以后呢 还打了一架 就是会觉得 老腔是不是真的 不被人们所接受 然后包括不被 我的朋友所理解吧 就觉得自己 会被孤立起来 然后觉得不合群 然后呢 有一种自卑感 然后每次爷爷 让我唱他的时候 或者跟他学习的时候 都会去逃避 然后就会说 我功课比较多呀 不学了 我有点事 要去写作业 去朋友家写作业 所以你也曾经 有一段抗拒的 这样一段经历 对吧 是 那后来是怎么样 重新对花音老腔 又有了全新的认识呢 每次跟爷爷 讨论花音老腔呢 包括他跟别人说的时候呢 他就很开心 滔滔不绝的 但是一谈到 以后怎么办 传承的事怎么办 他就觉得 很失落 后来大二回到家的时候呢 有一次爷爷就跟我说 花音老腔呢 不能没有人去学习 而且我现在呢 已经七十多岁了 往不好听地说 我还能活多少年 然后呢 花音老腔呢 必须有人去学习 和传承下去 然后呢 你作为最年轻的一个 一定要学 老祖宗呢 留下的东西呢 千万不能在你这儿 就说消失了 然后呢 我看到他呢 也非常心疼 然后自己内心 也放不下这个东西 所以就辞职 专门回来跟爷爷 学习和研究 花音老腔 所以你放不下的 不仅仅是花音老腔 放不下的还有爷爷 对吧 其实讲得很真实 其实我能够听出来 你作为这个 第十一代传承人 你对花音老腔的爱 其实某种意义上 是你对爷爷的爱 是 而且我知道 今天张猛来参加 《月战愿勇》 他的老恩师 第十代传人 张猛的爷爷 今天又穿着 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身红衣服 来到了央视的舞台 咱们掌声有请爷爷 登上《月战愿勇》的舞台 来 张爷爷好 你好 张爷身体真棒啊 张老今年高兽 47年级 74岁 先采访采访 张老师参加过 央视春晚的人 对吧 但是我觉得 这个张爷爷上春晚 和其他的歌手 还有最大的不同 您是很有意义的 您是唱着这个 《非物中化遗产》 对 您的话音老腔 登上了央视春晚 对吧 对 是的 张孟呢 能到这个台上来 在一个农学落下 我感觉到 一块子石头落了地了 四季腿白得高兴了 我学生比较年轻 比较年轻的时候 他复习出大工去的 要没有意识到这个传承 要不知道什么叫传承 后来呢 我们寺上 扮了三次学习班 有一百多个人 年龄 最小的呢 四十八岁 最大的呢 都六十岁 你想一想 传承成为了大问题的 但是这一次 他回来以后 说传承 他想说老乡 他是九零年 以后的小孩 能学习 我感觉特别的高兴 这一次能参加这个 有战有用 对选传老乡 对传承老乡 能起到很大的左右 我感觉我张孟呢 能学画来 落下 呼吸有人 谢谢 所以为什么刚才爷爷说 张孟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心里的这块石头落地了 就觉得 再好的艺术 也需要传承 所以还好 有孙子 有张孟 能够把家里的这一份传承 把这个接力棒 能够接到手 所以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这种 新鲜的年轻的时尚的东西 加在我们传统的当中 让更多的年轻人来 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加油 张孟 加油 谢谢方雄 那我们的传统艺术 民族与现代的结合 那接下来就要看张孟的表演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看你的表演 好吧 加油 加油 女王啊 娘娘不留情 生卷是狗超过三位 女王啊 飞雪太阳飞 是狗马飞到 ESO票 我我一扇扇 狗仔转手发 我我一扇扇 狗仔转手发 谢谢张伯们的演唱 向爷爷看起 争取有一天 你也能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好吧 好 加油 祝你好运 来 掌声请回张力娇 排上的两位选手 张力娇 张猛 在这一轮的投票过后 将会有一个人可以留下 会是谁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五位评委的最终选择 三 二 一 请投票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张力娇挑战成功 显射三比二 幻音老腔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块瑰宝 所以你能传承你了不起 但是我又为什么投给你反对票 因为整个的歌曲表现力 两个表现力 一个是声音的表现力 第二个是肢体语言的表现力 所以这两方面给我的感觉还比较稚嫩 所以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好 谢谢五位评委老师的投票和点评 那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张猛好吗 谢谢 谢谢你张猛 我觉得你很了不起 你在自己的本专业和话音老腔 当中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最终你选择了话音老腔 也选择了爷爷 对吧 因为你深爱这门艺术 也深爱着你的爷爷 当然其实今天投票这个结果 很真实地说明了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肩上的责任 希望你加油 好吗 谢谢 只要您站上我们的舞台 您就将会获得由海性空调 提供的价值五千元的奖品 海性空调 喊您欢欣风 本节目奖品 由新鲜空气翻运功 开创也能通风的海性新风空调 独家提供 祝贺你 在我们之前的车轮战环节当中 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你接下来将会获得一个 向越战越勇的五七类主 发起挑战的机会 想想能够成为越战越勇 五七的类主 这位歌手一定极具实力 掌声有请 从大草原而来的 图拉 瘦了 瘦了 漂亮了 你好 大家好 其实我挺期待的 因为说实话 蝉联类主 对于一个歌手来讲 他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 他一定是把自己最擅长的歌曲 排兵步阵 一二三先唱 对不对 越往后可能相对选的那个歌呢 就是自己把握性越小的歌曲了 所以我其实挺想知道 你第五次登台 今天会选择什么歌 我今天挑战一下摇滚音乐 歌的名字叫什么 给你一点颜色 你等会儿 那不是那个谭维维的歌吗 对对 这次挑战一下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来 舞台属于你 谢谢 你我娘娘不聊天哪 你我娘娘不聊天哪 云下坏丝口丝花杂 牛儿奔着那太阳飞楼 东边飞到讯闹边 为什么天空变成灰色 为什么大地没有绿色 为什么花儿不再开了 为什么世界没有了颜色 为什么我们知道结果 为什么我们还在挥霍 我们需要去下脚步 带团世界一点颜色 这首歌唱得太霸气了 你老这么唱歌 这男朋友的事还能解决吗 你尽量展现你娇柔 娇小的那一面 谢谢大家 我现在很开心 对对对 就是这样分裂的感觉 好 祝你好运啊 图拉 掌声再次请回张丽娇 这一轮的投票选择 我们将会诞生今晚越战越勇的类主 那究竟是我们的武器类主 图拉 还是越战越勇的全新的挑战者 张丽娇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掌声有请我们的五位评委老师 做最终的选择 来 三 二 一 请投票 结果出来了 越战越勇的类主依然是 图拉 我觉得我今天能站到现在 我觉得已经很感谢大家了 真的 然后我一定还会在唱歌的这条道路上 继续走不下去 因为我爱唱歌 然后我也想要 我想跟你学唱歌 唱太好听了 没问题 想跟我们学唱歌 你给我们介绍个男朋友好不好 祝福你好吧 李娇 非常棒 希望你越战越勇继续加油 祝贺图拉 成为了越战越勇的六七类主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评委代表 霍勇老师 为我们的六七类主 送上越战越勇 泪竹奖飞 好 祝贺 祝贺 祖达 声音非常好 遥阔 高音非常好 谢谢 谢谢贺勇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 谢谢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感谢我们的五位评委老师 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挑战无处不在 为梦 越战越勇 下周再见 谢谢